我们自从在去年11月在南平里办了第一次的实际预诊过后 发觉到村民的这些健康问题 很多都是可以预防的 预防身体治疗 我们希望说能激励实力 就是做一个工作坊 来培养一些当地的一些种子 守护到村民的健康 守护生命 守护爱 这就是我们持继医疗的种子 2022年底 刺激志工在兰比尼举办第一次大型医者活动后 便积极投入走访当地村民 透过不间断的走访关怀 得知他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令人堪忧 进而引发了各种健康隐患 因此提升村民的健康意识 是志工团队的首要任务 于是有了今天的社区医疗工作坊 今天大概有29位的参与者 来自不同的背景 他们其实办了一个很重要的守护 这些村民的健康的功能 志工根据当地的需求 安排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 包括了解自己的肾脏及如何改善饮食 现场也让参与者以小组跑站的方式 学习如何正确使用简单的医疗器材 志工细心的解释 大家用心的聆听 也积极地与志工分享互动 他们在这边参与了一天的工作坊 那么我们希望说下一步就是下乡去 召集这些已经有参与工作坊的这些 志工们一起来做社区健检和卫教 才可以预防这些后遗症 明 Lifestyle 这些说明 做成事是小组'll 这是我们在努力中的工作坊 在我们在阶师工作坊 而我们在地都有工作坊 召集这些毛病毒 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我们也做了一个问题 我们在努力中的工作坊 在我们处理地做对用 我们都在做过 我们都在做个案子 想你把我做的答案子 我们在做什么 自己的东西 我们的重要随时 记得我们的目的目标 活动成功 健康的尼泊 健康的尼泊 我们可以做吗 可以 看见社区医疗的匮乏 大家试愿为打造更健康的 蓝比尼而努力 大爱新闻优尼斯 尼泊报导